相爱相杀又出新篇章 这次的剧情呢 是美团又把支付宝拉黑了 那最近呢 有部分的假人们呢就发现 用美团付钱的时候 支付宝阿宝的选项没了 啊 什么回事 断交了 那有假人就问了 这当年的黄色小袋鼠能发育这么快 少不了阿里对他百般呵护如胶似漆呀 这旧情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呃 假人呢 这都成年老梗了 还提他作甚 近几年呢 这袋鼠啊 都是脚踏两条船 跟阿里渐行渐远 短暂拉黑阿宝呢 也不止一次了 呃 像极了爱情 所以喜帆折腾下来呀 这阿里在袋鼠的占比呀 也只剩了百分之一点几 不过也是啊 光是在外卖上 这两家就针尖对卖盲了 这巷战也打疯了 特别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阿宝突然避其功于一役 憋了个大招 说呢 他们支付宝要搞一个数字生活开放平台 这袋鼠一看 我 好家伙呀 你支付宝是要跟我们搞终极battle是吧 来吧 谁怕谁呀 杀我的意大利炮开炮 冷静 冷静 虽然听上去热闹 但仔细想想 感觉这美团和阿宝两家 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啊 袋鼠说了 我用户多 阿宝就笑了 哼 我用户几个亿 流量管够 袋鼠又说了 我商户多 阿宝笑更开心了 你确定比这个 我有中心化加去中心化模式 只要你有办法 给我阿宝带来用户和流量 我就成倍给你们商家导流 结果呢 这喜茶呀 叮咚买菜呀 都咚咚咚咚咚 跑来站坑了 而且这袋鼠的美团点评 他搞的是跟吃喝玩乐相关的事 这阿宝一看呢 啊 吃喝玩乐也算事的 医用住行 电子支付 身份认证 金融理财 我全都要 我全都要 哈哈哈哈 对啊 阿团呐 你也别这么激动了 我看呐 你先跟我们家小老弟饿了吗 白头吧 我呢 继续研究更重要的事去了 好不好 刘家人就说了 说这袋鼠最近有点飘啊 前段时间还被吐槽 抽成太贵 对商户很不友好 哈哈哈哈 有时候啊 就怕人比人呐 阿宝 周四的730大会 刚刚宣布啊 三天入住 七天开通 当月就能有收益 这对商家特别友好 入住门槛也蹭蹭往下掉 而且啊 在阿宝上那些商户啊 经历过上半年的考验 一字反弹的商家 有85% 所以有家人就问了 说 那我也想在阿宝上面开个店 卖卖吃的 怎么样呢 哈哈哈哈 假人呢 希望你不要跟我一样 管不住嘴 自己先把自己吃回本了 你在叫我做事啊 真采用心 记得点赞加关注